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都点上班了 里面请看 我们太餐的味道就是酸甜辣的 里面有这个柠檬小蜜椒 还有鲜毛叶柠檬叶的 东阳供汤的柠檬鱼的都好吃酸酸辣辣的 泰国人喜欢吃中餐的 中国人现在也喜欢吃泰产的 我们就是把泰国菜这个文化告诉中国 今天讲给你们听 在北京泰国餐厅打工的泰国一家人故事 如果客人进来的话 必须要让客人少健康宝 差不多两个小时就是消毒一趟 我们一般就是来工作的话 就是每天就差不多九点这个起来 然后就是到店也差不多十点半 十一点多一点我们是开餐 一般的话我就是在店里都负责 我们就是外面也是敷衍 就是搞卫生 他差不多十点都到店了 然后就是熟食 就是他就是九点半都到店 然后是十一点就是站好准备开餐 一般就是麻烦的话就是有过来检查 然后是中文的 特别难的我不懂了才给老板打电话 我们就是同事都好的 然后就是都好说话 原来就是我是在这个宾馆上班 然后就是我们老板碰到我们老公的 然后是想让我们来中国 然后就是说工资比泰国高我才来的 一共差不多八年左右的 然后就是我就刚开始就是跟老公一块来 店里和客人慢慢多的话 就是老板就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找人正好的 我们是在泰国有两个弟弟他都会做泰国菜 所以我就跟我们弟说您来跟我来吧 这是我老公 老公泰语就是叫Sami 这是我弟 因为在别的地方 我们想来这边 中国的话特别火 因为是我们在空运的 如果用东西都是进中国进口 刚开始就是来中国 好像就是二月份的冬天 最冷了 走不动了 不能走路了 现在习惯了 如果现在回泰国 我们现在国外 国特别热 我们现在就很喜欢就是麻辣烫的 每天的下班都是的 很喜欢吃的 我们东兵公堂 天天我们都看见的 就是现在不想吃东兵公堂了 去完就是像这个长城 特别高 然后就是我们泰国就是在泰国 长城特别有名的 然后就是有去过 跟我妈我爸说 哎我们现在看见长城了 我们有三年的都没有回国 然后就是就是工作 在中国工作就是赚钱 然后是刚刚买地的 15亩的 希望的就是让疫情快好 我自己的也希望要赚钱的 还要我希望也是准备 如果两三年还要买这个地 现在还的就是在泰国的 就是今年刚刚毕业 如果有地方可以工作 我也选他来 我们有两个弟弟的 如果他碰到就是中国女朋友的 我也喜欢的 因为是我看中国也特别好 好地方好人 如果就是疫情好了 就是请过来玩泰国 我们泰国也特别有地方好玩的 就是还是现在我们在中国很高兴的 我爱中国 好 我爱中国 好